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式2100整理新闻 我是谢安 先一开始带您关心这个个案 高雄新增一名确诊个案 他是一名刚出生不到一个礼拜的小男婴 6月6号出生 12号要转到月子中心之前进行检查 居然发现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不顾阿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确诊 遭到怀疑是不是在原本生产的医院感染的 目前高雄卫生局已经进入了解 相关的医护快筛也都是阴性 还有进一步的进行PCR鼻青感染源头 每个宝宝健康的出生成长 都是爸妈最大的愿望 但没想到高雄一名男婴才出生几天 却因为染疫住进家户病房 原生产的一些医院里面 已经第一时间已经做了 全院相关人员的一些快筛 那是阴性 但是目前正在执行我们的PCR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感染源等等 这些做更好的鼻青 因为个案的父母都没确诊 小男医是6月6号在高雄这家医院诞生 12号要转月子中心之前 检查发现被感染新冠病毒 遭怀疑是在原生产医院染疫 目前社区有广泛的感染 当然有可能是院内 就是产物或是病人造成 那实际上有可能是医护人员 他们家里的 或是说在社区感染的 那是不是有院内感染 就需要理清 目前男医已经住进医学中心 加护病房做后续治疗 现在就等医院人员PCR结果出炉 才能够进一步了解传播途径 避免再有新生儿被感染 记者纵报道